我覺得職人精神其實強調的就是一個 不斷的自我挑戰 然後抱持著一種態度 堅持 我自己個人本身身為一個演員 我覺得也是要不斷的自己 一直去自我挑戰 去推出我自己去 踏出所謂的 comfort zone 沒有入圍金鐘獎的莫宇文 偷偷自己沒有抱持著期待 反而很驚訝安心亞沒有入圍 並讚賞安心亞的演進突出 勢經中獎的遺珠 整個名單出來的時候 我比較驚訝是心亞沒有誤會 因為我覺得心亞在妹妹裡面 她嚇得必頓多的苦 然後她從她之前比較像是 搞笑一點的角色到妹妹裡面 她是真正的有很多的轉變 我覺得其實心亞就覺得 最大的遺珠應該是心亞 臺灣警報記者 陳怡琳 臺北報導 保證賞 我們沒有